水游演唱会这点很坚持 自爆台上忘词有魔咒 哎呀这么好看的演唱会不怕看不到歌声已经说了 有些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那么一眨眼就变成五知五常 然后 我必须要 必须要说其实在 小剧丹这里这六场的表演 实在是 让我觉得非常难忘 我们会回来的 我们会回来的 啊好啊 雪尔承诺AirClastic Tour 雪尔经典会再唱回台北 还渴望加开高雄唱 歌神的超强魅力 招来很威的粉丝群 而且要记得 分分分还在等你哟 而歌神唱了六场 每天都把准时开唱 希望准时开场 其实不光是在台湾 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准时开场 太棒了 希望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对 因为比如说在香港 大家也很习惯到场馆不进去 然后在外面 哈啰 聊天抽烟 社交 啰啰 听到音乐才慢慢进去 然后在里面做演唱会的朋友又在 观众还没进来 我们要等了 变成有一个很恶性的循环 我没办法用提示机 可能有些媒体朋友都知道 我一看着提示机 我就没办法 眼睛没办法离开了 因为习惯了看卡拉OK嘛 哈哈哈哈 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这样子了 那就玩了 我有看到一场就是你有忘词的 是不是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第二场 我今天都忘了 也是那边 也是同一边吗 这个就是心里一说 同一边你有魔咒 对一唱到 哈 就会 很紧张 就会想 是什么 就会 就又会忘记一下 一下